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学习 这个投资性房地产当中最为重要的内容了 就是它的涨处理 所以这里呢我们给了它三颗心 那前面我们说过了 投资性房地产它是不是有两种模式呀 分别是什么 成本模式和公允价值模式吧 那虽然我们讲初始计量原则的时候 我们说了两种模式 我们都是按照取得时的实际成本来计量的 但是在具体的核算时 这两种模式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分成本模式和公允价值模式 给大家去讲解投资性房地产它完整的账目处理 从取得到处置时的账目处理 我们首先来学习成本模式啊 那么学习成本模式之前 大家先有一个概念啊 对于成本模式下这个投资性房地产啊 它的处理有很大一部分都和我们学习过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是类似的 所以这两项资产你学好了 那你再学成本模式那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成本模式 你就把这个投资性房地产先当作是固定资产 或者无形资产进行处理就可以了 那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大家想一想啊 我们会涉及到哪些处理 你像固定资产 我们在取得之后是不是要祭皮折旧啊 那无形资产呢 是不是要祭皮摊销呀 那如果资产发生了减值 我们是不是还要祭皮减值准备呀 那么投资性房地产在这也是类似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完整的账务处理啊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当我们外购投资性房地产的时候 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你看你比如说啊 我们买回来了一栋办公楼 那这个办公楼按理说如果你自用的话 你应该是借记固定资产增加吧 对不对 把它作为固定资产去核算 但是如果我们买回来的同时 我们直接把它出租出去了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办公楼就要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外购投资性房地产 它确认的那个时点吧 就是你刚买回来就用一出租 那我就在你刚买回来的时候 登记入账的时候 直接作为投资性房地产去核算就可以了 好 那具体的会计处理呢 我们来看一下 旧核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是类似的 你比如说 我们买回来了 价款是一千万 这里我们假定不考虑相关的税费 那我们就直接借记投资性房地产一千万 贷方银行存款减少一千万 所以这个分路是非常简单的 那对于我们这一千万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项投资性房地产取得时的成本呢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实际成本 所以它的实际成本到底是有几部分构成的呢 我们举这个例子比较简单 就一个价款 那价款肯定是要寄到我们的实际成本里的 但是如果我们还会涉及到其他的 比如说相关的税费啦 还有其他的一些费用啦 那我们怎么确定它的实际成本呢 这里和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是类似的 就三个字叫什么 价税费 就是由这三部分构成的 这三部分就是我们取得时的实际成本 那价就是购买价款 那税就是相关税费 一般我们在考试当中啊 它不会考你这个相关的税费的 好 这块很少涉及到 那最后一个就是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其他支出 好 这就是我们外购这一块它的实际成本的构成 好 这个分路很简单 借贷方就一个科目 哎 你知道实际成本是由价税费三个部分构成就行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立体啊 立体很简单 20年的2月 假企业计划购入一栋写字楼 用于对外出租 3月1号 那么就签订了经营租赁合同 约定自写字楼购买日企业就将该写字楼出租给一企业 所以你想想这写字楼我们买回来的时候你是作为什么资产呀 人家说购买日就出租了 所以买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租出去了 那么他当然是投资性房地产了 好 那我们的租期是5年 那在4月2号 假企业实际购入了写字楼 也就是4月2号这天 是不是把这个写字楼买回来了 那买回来他是作为什么资产核算呀 购买日他就租出去了 也就是说当天我们就租给一企业了吧 所以我们是直接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 那我们借方就计投资性房地产增加 那金额呢 支付价款1200万 不考虑相关税费啦 其他因素的影响 那我们就按照1200万入账就行了 贷方银行存款减少1200万 这就是我们外购投资进房地产的处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种方式啊 就如果我们是自行建造呢 哎 你比如说我们自己建造了一栋厂房 那什么情况下 这个厂房我们就可以作为投资性房地产呢 如果在厂房完工的同时 也就是达到使用状态的同时 我们就直接给他租出去了 那这种情况下 这厂房他就不是固定资产 完工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来核算 这就是我们自行建造投资性房地产的时候 他的确认识点 直接在完工的时候 将他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就可以了 那对于我们自行建造的投资性房地产 那么他的成本有什么构成呢 就类似于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 你想想固定资产 我们那怎么说的来着 是不是就四个字 必要支出 也就是只要是使这项资产达到可使用状态前发生的必要支出 都应该寄到资产的成本当中 所以这就是我们自行建造投资性房地产它的成本 好 那这块我们同样也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道例题 20年的2月 甲公司从其他单位购入了一块使用期限是50年的土地 并在这块土地上开始自行建造两栋厂房 好 那么在20年的11月 甲公司预计厂房即将完工 就和乙公司签订了经营租赁协议 将一栋厂房租给乙公司使用 那啥意思呢 哎是不是 哎我们完工的时候这栋厂房就直接出租了 那么它是不是就要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来核算呀 那另外一栋厂房呢 既然没有说出租 那我们就作为固定资产来核算 那它就是自用的 对不对 好 合同约定于厂房完工交付使用时开始起租 这就是我们确认投资性房地产的时点 就是完工的时候 那租赁76年 每年年末支付租金288万 那么到了20年的12月5号 同时完工了 达到可使用状态并交付使用了 那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那个用于出租的厂房 是不是就要直接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了 那不用于出租的呢 哎是不是就要确认为固定资产了 我们先不往后看啊 我们这句话大家注意一下 就在这儿 两栋厂房的实际造价成本都是1200万 这就是我们最终这两栋厂房 每一栋厂房的那个成本吧 其实就是那个必要支出 好 那么大家想一下 当我们这个厂房完工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处理啊 我们前面讲固定资产的时候 我们提到过 自行建造的固定资产 在完工时 我们是不是要由 再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了 那这里也是类似的 那我们的再建工程 它其实反映的 就是完工之前你所发生的那些必要支出嘛 那这里完工之前的必要支出 两栋厂房是不是一共是2400万呀 因为每一栋是1200嘛 所以两栋厂房那个必要支出就一共是2400 所以在完工的时候 我们就要将这2400的再建工程 因为你之前那个必要支出 我们全都寄到再建工程了 那么完工的时候 我们就要转为谁呀 你可不能都转为固定资产 因为有一栋厂房 它是用于出租的 所以对于不出租的那栋厂房 我们由再建工程转为固定资产 然后它的成本是1200 那对于我们要出租的那栋厂房 我们就由再建工程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成本同样是1200万 这就是我们在完工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做的处理 好 那这个我们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后面的资料啊 对于我们这个土地省权的成本是900万 对不对 你要在这块土地上去建造这两栋厂房嘛 所以我们得有土地的省权 那么它的成本是900万 然后到了12月5号 土地省权累计的摊销是16.5万 好 那么又告诉我们 这两栋厂房分别占用了这块土地的一半面积 那这种情况下和这个土地省权相关的处理是什么呢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里的第二个分路啊 既然有一半 它是用于建造了投资性房地产 那你这个土地省权 它就不应该作为五省的产核算 而应该作为投资性房地产核算 为啥呀 因为你既然出租了这栋厂房了 那是不是厂房和下面土地的省权 我一并就都出租了 对不对 所以对于出租的这个厂房下面的这块土地的省权 它其实相当于也一并出租了 那你这个土地省权 那我们应该作为什么资产核算呀 投资性房地产 但是你之前买回来这块土地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是先作为无形资产核算的 就是买回来这个土地的时候啊 你是用于建造两栋厂房的 那么你是在11月你才打算把它租出去的 所以之前我们的这个土地使用权 你可以看成是自用的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作为无形资产核算的 但是因为你后面呢 把那个厂房租出去了 那么厂房下面的这一半的土地 是不是相当于我们也租出去了 所以相当于一半的无形资产 我们就应该给它转为投资性房地产了 就转一半 剩下那一半人家还是自用的 还是无形资产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处理 就是将之前的这一半的无形资产 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那你怎么转呀 这个土地使用权总的成本是900万 那一开始我们是不是确认了 无形资产900万呀 好那一半不就450万吗 所以代方我们首先充掉这个无形资产450万 为啥呀 因为它变成投资性房地产了 我们把它租出去了 所以借方 我们就增加投资性房地产 就是一个资产的转换 旧的资产变成了新的资产 按什么金额增加呀 你这儿充了多少 我这儿就增加多少 所以它是一个对应的关系 但是还没完呢 对于我们之前这个土地使用权 它不是作为无形资产核算吗 它是不是要寄提摊销呀 对不对 无形资产要寄提摊销 那么它寄提了多少 我们整个的这个土地 它一共是寄提了16.5万的摊销 那你现在是一半吧 对不对 那一半就是8万2500的摊销 所以针对于这个无形资产 其实我们之前还寄提了摊销 8万2500呢 但是大家想一想 你资产都从账上冲掉了 那和它相关的背笔科目 能单独留在账上吗 不能吧 我们得同时冲掉吧 所以代方冲掉无形资产的同时 借方还得把这个资产之前 寄提的这8万2500的摊销 给它冲掉 那同时呢 因为我们的资产变为投资性房地产了 所以同时你这个摊销 就要变为投资性房地产的累计摊销了 所以代方啊 我们要同时去增加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摊销 金额8万2500 所以它就相当于旧资产的摊销 转为了新资产的摊销 所以这个分路啊 大家能够理解就可以了 它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你一半的土地也租出去了 和你上面的厂房一起租出去了 所以这个无形资产就要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了 旧的资产变成了新的资产 那怎么处理 冲掉旧的资产增加新的资产 那我们冲无形资产的时候呢 你代方就冲掉无形资产 就是这一半土地它对应的那个成本450万 那借方呢 就按照450万增加新的资产 所以你冲多少增加多少是对应的 那别忘了原来的这个无形资产还记提过 82500的摊销的 所以你把无形资产冲掉了 借方得同时把它的摊销也冲掉 背底科目得和它共存亡嘛 对不对 好 那你既然冲掉了旧资产的摊销 那是不是我们的代方就得增加新的资产的摊销 也就是同时代方 我们要增加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摊销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里对应的旧资产转为新资产的一个处理 好 这个分路大家清楚了就可以 其实它们就是一对应的关系 冲掉旧的资产增加新的资产 冲掉旧的折旧增加新的折旧 好 那这道题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哈 那么到这儿呢 我们就给大家把投资进房地产取得时的涨处理说完了 包括外购和自行建造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第三块账务处理 就是确认租金收入时的账务处理 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出租的建筑物 那我们出租的目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为了收取租金呀 所以租金它其实就是和投资进房地产 相关的日常活动所形成的 那既然是日常活动形成的 那么它就是我们企业的收入 那对于这个租金收入 我们寄到什么科目呀 那对于我们初级的教材当中 我们讲到的是工业企业 所以你出租这个投资进房地产 它肯定不属于主营业务吧 所以这个收入我们是寄到其他业务收入的 所以当我们收取租金 确认租金收入的时候呢 借方就寄银行存款增加 这就我们收到的钱 代方呢 我们就去确认其他业务收入 金额就是我们收取的租金嘛 这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账务处理 就是对于租金收入的处理 所以你知道租金收入 是寄到其他业务收入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处理 那我们前面说过了 成本模式下的投资性房地产呢 它就类似于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对不对 那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我们说过 在你取得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既提折旧 或者既提摊销呀 那这里成本模式下的投资性房地产 也是类似的 我们也要按期去既提折旧或者摊销 你如果是已出租的建筑物 那我们要既提折旧 你如果是已出租的土地雄权 我们就要既提摊销 所以这块和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是类似的 那对于固定资产 我们既提折旧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通过累计折旧 这个科目核算呀 那这个科目也是我们固定资产的 被比科目吧 那对于无形资产 我们既提摊销的时候 是不是通过累计摊销 这个科目核算呀 这也是我们无形资产的 被比科目 那我们投资性房地产 既提折旧或者摊销的时候 我们是通过哪个科目核算呢 你不能直接用累计折旧 累计摊销 因为它们分别属于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的被比科目 而我们投资性房地产呢 在既提折旧或摊销的时候 我们用到的是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或者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摊销 我们对应的是这两个科目 也就是在累计折旧累计摊销的前面 我们给它加一个投资性房地产 所以这个科目一定能写完整了 这才是我们投资性房地产 对应的折旧和摊销的科目 好 分别是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或者是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摊销 所以代方对应的是两科目啊 你看看你是土地省权呢 还是建筑物 我们再来判断你是折旧还是摊销 那么代方我们知道了 要既提折旧既提摊销了 那借方我们寄什么呢 如果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我们说过了 你借方是不是通过用途去判断呀 如果是管理用的 我们就寄管理费用 销售部门的 我们就寄销售费用 那生产产品呢 我们是不是寄制造费用呀 而这里的投资性房地产呢 你看一下他的借方只有一个科目 就是寄到其他业务成本当中 就是寄其他业务成本 没有别的科目了 那这话怎么理解啊 你比如说像已出租的建筑物 我们刚刚说了 你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收取租金呀 你的租金寄哪了 不是寄其他业务收入了吗 那对于这个建筑物我们寄提的折旧 你可不可以理解为 就是你为了实现这个租金收入 而发生的成本呀 对不对 你为了实现收入 就是在实现收入过程当中 我们发生的成本吗 也就是你的折旧费嘛 所以对于我们计题的折旧也好 计题的贪销也好 我们借方对应的就是 其他业务成本这个科目 所以他和那个其他业务收入是匹配的 他就是在实现收入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生的成本 所以这块 大家重点关注 借方这个科目就可以了 他就一个科目 就是其他业务成本这个科目 好 那折旧贪销我们说完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经典题解上的第一题啊 某企业对投资性房地产 采用成本模式计量 那就是跟我们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是不是类似呀 那么在18年的1月25号 购入了一栋建筑物 并立即对外出租 那意思是什么 就是买回来的时候 我们直接就要作为 投资性房地产吧 因为他买回来就出租了 所以他属于投资性房地产 那这里有告诉我们 他的成本是270万 这是不是就相当于是 他的原值呀 那预计的使用年限是20年 然后预计的净残值是30万 采用年限平均法计题折旧 那现在问我们 该企业18年 这个建筑物计题的折旧是多少 来你就想着固定资产 你想想如果它是固定资产的话 我们怎么去算折旧呀 你首先得知道 它是什么时候开始计题折旧的 它是1月份购入的 但是我们说过了 当月增加 是不是下月才开始计题折旧呀 所以它实际上是从18年的2月 开始提折旧的 那你想想18年一共计题了几个月的折旧呀 是不是11个月呀 所以它不是一整年啊 是只有11个月 那我们就来算一算 原值是270万 扣除掉我们的净残值 然后去除以使用年限 20年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一年应该计题的折旧呀 但是18年只提了11个月 你再乘以12分之11 所以你最后算一下 应该是11万元 这就是我们这里它对应的折旧额 所以如果你是已出租的建筑物 那么你在提折旧的时候 你就参考固定资产就可以了 什么时候提这个就按照固定资产那块 我们讲过的内容来确定就行了 怎么计算也和固定资产一样 那如果你是土地省权呢 以出租的土地省权 那我们就参照无形资产就可以了 好 那这个数我们算出来了 来分路赶紧写一下 取得的时候借记投资性房地产成本270 记一提折旧的时候 借记其他业务成本11万 代记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11万 好 这道题就说到这儿啊 那折旧摊销我们就告一段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处理 叫记题减值准备 这里它同样和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是类似的 那我们讲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的时候说过了 当资产发生减值 也就是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可收回金额的时候 那它就减值了呀 那我们是不是就要按照两者的差额去计题减值准备呀 那对于投资性房地产也一样 如果它的账面价值是100万 可收回的金额是90万 那就相当于它减值了10万 所以我们就借记资产减值损失10万 代方计题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10万 所以你发现没有 和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是不是完全一样啊 就是你把代方的科目换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么减值我们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啊 好 那我们最后再来看看成本模式下 处置投资性房地产的账务处理 那处置固定资产 我们给大家讲过了 对不对 包括出售啦 报费啦 回损 但不管是哪种处置方式 它们都属于非日常活动吧 所以我们出售固定资产的时候 你会确认收入吗 那肯定不能 出售存货 出售产品 那才属于日常活动 我们才会确认收入 结赚成本 对不对 但是出售固定资产 我们对应的那个净损益 是寄到资产处置损益的 它反映的是我们出售固定资产的利得或者损失吧 那这里我们在出售投资性房地产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是不是也和固定资产啦 无形资产是类似的吗 这一块 它和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是不一样的 对于出售投资性房地产 我们是作为企业的日常活动来处理的 那日常活动 是不是就类似于我们出售产品呀 那你想想 你出售产品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确认收入 结赚成本呀 这个出售的分路 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那么出售投资性房地产 它既然也是作为日常活动的 那么它和我们出售产品就是类似的 我们也是要确认收入和结赚成本的 那么我们确认收入那个收入进哪个科目呢 那这一块肯定不能进主业务收入 因为工业企业 那我们出售产品才属于主营业务 才能记得业务收入吧 而你出售投资性房地产 那不是主营业务 所以我们在确认收入的时候 我们是要记到其他业务收入的 所以首先啊 按照我们出售的价款 比如说一千万 我们代方确认其他业务收入 这里都不考虑什么相关税费了啊 那借方如果收到钱了 我们记银行存款增加一千万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确认收入的分路 那么结赚成本呢 和我们卖产品那也是类似的啊 既然你把投资性房地产给他卖掉了 那首先我们就要在账上给他冲掉 对不对 代方我们就冲掉投资性房地产 好那这块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啊 我来把你出售之前所涉及到的分路 我给你写一下 你比如说一开始 我们花了一千万 买回来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所以借记投资性房地产一千 代金行存款一千 那么出售之前 假定说 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已经记提了一百万的折旧 那我们就是借记其他业务成本一百万 代方记投资性房地产 累计折旧一百万 如果说出售之前 我们就做过这两个分路 现在我们要把这投资性房地产给他卖了 既然卖了 是不是就得把资产从账上冲掉呀 那代方就要冲掉投资性房地产 那按什么金额冲呀 你看看 前面一共就做了这两分路 对不对呀 那我们涉及到投资性房地产这个科目的 只有第一个分路 按我们借方记了一千 那是不是说明这项资产的余额就是一千呀 所以我们代方就按照一千万冲掉投资性房地产 是不是这个资产我们就从账上冲了呀 但是别忘了 我们这个资产 他之前是不是记提过折旧呀 对不对 那你资产都冲了 和他相关的背底科目能单独留在账上吗 当然不能了 所以我们在代方冲掉投资性房地产的同时 借方还得把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这一百万给他冲掉 对不对 那最后我们借贷方的差额九百万 就寄到其他业务成本当中 这个其他业务成本 就是我们为了实现收入而付出的代价吗 也就是我们为了实现这一千万的收入 我们发生的成本 那就是九百万 为啥呀 虽然你卖掉的资产 他取得时的成本是一千万 对不对 他的余额是一千万 但是因为之前记提了折旧一百万 所以这个资产实实在在的价值 就是九百万 那也就是相当于 我付出了九百万的资产 得到了一千万吗 那这九百万不就是我发生的成本吗 所以最终记入其他业务成本的金额 这九百万实际上就是你出售的 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账面价值 就是它实实在在的价值 这就是我们对应的 截转成本的分量 所以和存货那去出售的时候 是不是类似的呀 确认收入 截转成本 那如果做完这两个分路之后啊 人家问你了 我出售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对于我当期利润的影响是多少 那你能不能算出来呀 当然可以了 收入是一千万 是使得利润增加吧 那成本是九百万 是使得利润减少 所以我们最终使得利润增加一百万 这就是我们处置它的损利嘛 好 那这个我们给大家说完了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假公司将一栋出租的用房出售了 那原来出租它是投资进房地产 现在我们出售了 取得的收入是四千万 这就是价款 所以我们首先按四千万干嘛 确认收入 这个收入就是我们的什么呀 其他业务收入 借方呢 银行存款 因为人的说已经存到银行了 那我们是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 那么出租的这个房子呢 你能告诉你了 它的原值是八千六 原值是什么 就是它取得时的成本吧 也就是当时取得的时候 我们是借记了投资性房地产八千六 再放银行存款 对不对 然后之前还记提了折旧五千一百六 那记提折旧的时候 借方我们就不写了 其他业务成本 贷方是不是投资性房地产 累计折旧呀 金额五一六零 对不对 这就是它出售之前我们对应的处理 它也没有记提减值准备呢 所以没有减值准备那个分路 如果说它之前记提过减值准备 那你别忘了 我们在截转成本这个分路的时候 除了我们要把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给它冲掉之外 因为你资产冲了 那和它相关的另外一个背底科目 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我们一并也要在借房冲掉 这就和固定资产那是类似的 对不对 资产没了 和资产相关的背底科目 我们都要从账上冲掉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截转成本这个分路啊 首先你把资产卖了 戴方我们冲掉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余额就是取得时的成本 8600 对不对 你前面的分路里只有第一个分路 涉及到这个科目嘛 所以它的余额就是这8600 那同时借方是不是把和它相关的背底科目 这儿只有一个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5160冲掉呀 最后我们将借贷方的差额 计入到借方的其他业务成本 这个差额不就是原值扣除掉你折旧的金额吗 就是我们出售的时候 这个房地产的账面价值 就是它实实在在的价值 也就是我发生的成本 对不对 相当于我付出了3440万的投资性房地产 那取得了4000万的收入嘛 所以这个3440就是我们为了实现收入而发生的成本 好 那成本模式下的处理 我们就给大家全都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经典体检上的例题 我们来看第二例题 假公司将其出租的一栋写字楼 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 采用成本模式 租赁期届满后 假公司呢将它出售为乙公司 下款是1万万元 那这1万万是不是要确认为其他业务收入呀 那乙公司银行存款支付 出售时写字楼的成本是8000万 这个8000万呀 就是它取得时的那个成本 就是原值 所以其实取得的时候 它就借记了投资性房地产8000万 对不对 然后它还记提了折旧2000 那记提折旧的时候 代方是不是记了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2000呀 好 这里其实是俩分路啊 我们另外一方就不给你写了 我把关键的给大家写上 然后它问我们相关的会计处理表述正确的有 首先你那个价款肯定是记其他业务收入的 对吧 所以A是对的 然后你再看看其他业务成本是多少 那我们截赚成本那个分路咋做来着 首先你资产卖了 代方把资产冲掉 按它的余额 余额是什么 就是它的那个成本 也就是原值 那同时借方把它的背底科目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冲掉 那金额是不是2000万呀 最后按照借贷方的差额 我们记到其他业务成本 金额6000万 没问题吧 所以B也是对的 成本是记了6000 那你看看C 我们有确认营业外收入吗 呀跟人没有涉及到 最后D 影响利润的金额 是不是4000呀 那影响利润的金额 不就你的收入减成本吗 是使得利润增加4000吗 所以正确的是ABD三个选项 在这块我们把完整的分路 都给大家放到解析里了 这个分路还是需要大家能够掌握的